过于先进,不便展示 中国的重复使用轨道运载器到底是什么 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傅先生 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微信公众号报道 8月26日,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医院 自主研制了生力式雅轨道运载器 重复使用飞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据报道,飞行试验采用的运载器 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再次点火,垂直起飞 按照射精的程序,完成了雅轨道飞行 平稳水平着陆于阿拉萨右骑机场 成功实现了我国雅轨道运载器的首次重复使用飞行 本次飞行试验的圆满成功 有力推动了我国航天运输技术 由一次性使用向重复使用的跨越式发展 那么这种可重复性使用的飞行器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航天器呢 有人说这次我国发射的可重复使用的飞行器 是中国自行研制的空前飞机 那么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我个人看法是不准确的 当然也有人推测这是中国版的X37B 那么X37B是一种什么样的航天器呢 美国研制的X37B是无人驾驶的航天飞机 我们知道过去美国发射的哥伦比亚号挑战者号等航天飞机啊 都是载人的 他们能在天上停留几天甚至十几天 执行完任务以后 带着航天员重返大气城 最后呢在机场上降落 那么航天飞机 虽然名义上是飞机 而后来美国人研制的X37B就不是载人的航天飞机了 而是无人驾驶的航天飞机 那么有人驾驶的航天飞机和无人驾驶的航天飞机 他们最大的区别是流空时间 他们的区别之一大小不一样 有人驾驶的航天飞机重量比较大 而无人驾驶的航天飞机 个头也好 重量也好 都比较小 有效载和 当然他也赶不上有人驾驶的航天飞机 但是他有一个突出的优点 那就是有人驾驶的或者是载人的航天飞机 在天上待的时间比较短 因为这些航天员的吃喝拉撒睡 都要提供相应的保障 何况他们是要呼吸的 要耗氧的 时间长了 没有氧气 他们就待不住了 而无人驾驶的航天飞机呢 不存在这个问题 它可以长时间的在天上寻意 一般的载人航天飞机 的流空时间大概就是十几天 而X37B这种无人驾驶的航天飞机 可以连续在天上飞行半年 一年甚至两年 完成使命任务之后 再重返大气层 降落在地面 将相应的载荷带回来 或者是进行修理 从而能够保证它在较短的时间内 重返太空 从使用效率这个角度讲 X37B这种无人驾驶的航天飞机 要比有人驾驶的航天飞机 可能效率还高 因为它的流空时间长 执行的任务种类呢 相对来讲也比较多 那么中国这次所发射的 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器 到底是什么样的平台 是空天飞机还是航天飞机 从目前的情况看 它应该属于航天飞机 而不是空天飞机 当然它和美国的X37B类似 也属于无人驾驶的航天飞机 那么怎么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呢 是因为它也采用的是 垂直发射水平回收 这么一个方案 那么垂直发射是由运载火箭 把它们送入禁忌轨道 在天上绕几圈 或者是飞行很长时间之后 重返大气层 在机场降落 那么航天飞机和空天飞机 又有什么区别呢 为什么说我们这次发射的是 无人驾驶的航天飞机 而不是无人驾驶的空天飞机呢 因为二者存在着本质区别 无论是载人的航天飞机 还是无人驾驶的航天飞机 从理论上讲 或者从定义上讲 它们不是飞机 那么有人觉得航天飞机不是飞机 那是什么 它们是滑翔机 因为它们都不带动力 那么有人会说航天飞机或者是X37B 不是有动力吗 它们的动力很小 只是用于飞机姿态的调整和改变的 无法让航天飞机在大气层中做水平飞行 因此它们整个的降落过程只有一次机会 就从外太空返回大气层之后 滑降降到机场附近以后 对准跑道 下滑降落 整个过程只有一次机会 如果跑道没对准 或者是气象条件不允许安全着陆 那么它们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而空天飞机不一样 空天飞机是带动力的 它能够保证这样的飞行器 在大气层内 特别是在中间层 这种一般飞机到达不了的高空 超高空做水平稳定飞行 那么在降落的过程中 如果一次不成功 它还可以拉起来再进行第二次降落 甚至是第三次降落 和一般的飞机是一样的 记住航天飞机不是飞机 它是滑翔机 而空天飞机 它是真正的带动力的可控制的飞机 好 今天评述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